Hello, 乙童時間 最近很熱, 未出街都一身汗 所以都想介紹一些又便宜又好用的防水防汗化妝品給大家 讓我梳完頭就可以開始了 首先當然要塗防曬 現在很多防曬都有一個阻擋隔離的作用 我這個夏天特別喜歡用的防曬 它是全物理性之餘 它有冰涼感, 可以為夏天皮膚降溫 很滑, 很容易推開 顏色還很自然, 完全不會死白 記得塗防曬, 慢慢要點開幾點才推開 你會留意到, 就算連眼部都可以塗 我這個是呼吸出的CC器剪 它比較特別是鋼板妝, 比較衛生一點 不需要直接接觸產品 還有我這個是套盒 所以除了我手上這個案外 還有多兩個補充妝, 超低 CC箱比較透薄, 適合夏天 會隨著自己的膚色去調色 基本上任何膚色都適用 塗任何粉底, 我都可以有少少提示給大家 眼和鼻的周圍比較細的位置 可以用一些叫手指粉撲 會更加貼近, 和上得更加好 我裝的底打得漂亮, 可以保持得更加好 沒那麼容易發 因為現在都流行比較柔和的唇妝 所以唇的周圍都可以上一些CC箱 接著就到滑眉了 我自己個人就比較喜歡粗眉和歐美風 聽說這種眉叫做野生眉 所以是滑到眉毛有少少向上樹起一根根的 用的是Dersam眉筆 連眉掃都是二十多元一枝 真的很便宜, 很好用 有三種顏色 我現在用的是四號色的灰黑色 配合我的頭髮 很滑, 很容易上色 接著會用睫毛液上眉 是呀, 你沒聽錯, 是上眉 我這枝是用舊了的睫毛液來的 因為貼近眼球 所以平時睫毛液 我們應該用一個月就要換一枝全新的了 舊了不想耐費, 就可以像我一樣 當眉GEL用 可以令眉毛更加立體 滑好眉後, 就要打陰影 用一枝細掃, 由鼻樑到眉 輕輕掃一下輪廓出來 我自己是扁鼻的, 所以這刻不能少 下巴位置, 就用一枝比較大的斜三角掃 掃一下下巴, 兩邊塞骨位 我喜歡這個陰影粉, 灰啡色, 很自然 還有細細歌 突然想到穿什麼衣服, 所以換了衣服 接著就到遮瑕了 我手上這個是四色遮瑕盤, 超方便 隨時喜歡選擇適合的遮瑕色去調配 接著遮瑕你需要的位置 像我一樣, 都有少少斑 首先用白一點的顏色, 令到斑的顏色淡了 然後用近皮膚的顏色去遮瑕 令到斑好像隱形了 你看效果是不是很好 完美遮蓋著它 下巴抖印也是, 都要輕輕調遮瑕色 妝完成後, 我會用定妝噴霧定妝 令妝更持久 因為定妝噴霧做好, 給它一點時間去乾透 所以先做頭 記得塗定潤唇膏打底 然後就到眼妝 眼妝我通常都喜歡自然一點 不喜歡整個眼角都看到顏色 首先眼線易筆 這支也是韓國的Dersand牌子 防水防油, 不容易化開 最重要是夠尖, 非常易滑 不怕滑得太粗, 比較容易控制 最重要是很便宜的底用 上眼影前, 用定妝粉打好底 這樣眼妝會保持得更好 這支也是正在試的 暫時不可以買的 都可以在T字位, 出油位置定妝 令到牙面一點, 毛孔會細緻一點 妝又會保持得好一點 大範圍的位置可以用大掃去上 這樣上去, 定妝粉就不太厚 然後用三絲的九格眼影盤 用最淺色的眼蓋 然後可以用啡色或灰色 去畫一個眼窩輪廓 今天我這個是懷舊妝 所以我用這支 二十多元就有的眉筆 我用四號色, 帶灰黑色 去製造出一個立體眼窩位 然後用一些小的扁掃 可以用眼影或像我一樣 用一些陰影粉 掃一掃眼窩位置 令剛才畫的眼窩線 可以柔和一點 之後到睫毛膏 這支新開的, 不是塗眉那支 首先用墨那邊的刷頭上睫毛膏 這個睫毛膏有三個刷頭 然後用梳那邊 掃順睫毛, 令它不會有結塊 最後用細掃頭上下眼睫毛 這支睫毛翼, 最近還拿了美國美妝獎的冠軍 真是非常好用 然後再用眼線液補下下眼睫毛和眉毛 所以眼線液不只可以畫眼線 下眼睫毛, 我會用啡色眼線液去刀下去 不要畫下去 然後用黑色的, 一根根的仿眉毛 現在很流行的 我用這支很漂亮的漸變胭脂 用大嫂上, 輕輕地推就行 因為大嫂可以拿個範圍大一點 可以一次過拿三個漸變效果 之後我用後尾把大吐盒裡面送的唇膏 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呢? 然後會用一個小的圓頭蜜掃去燃開 令它柔和一點 現在又是流行沒有唇線的 所以我們跟潮流 不過真的挺漂亮的 然後用素顏霜幫頸調色 因為本身我是面白的頸 想漂亮一點, 均勻一點就這樣做 素顏霜是護膚品, 所以不用卸妝也可以 用這個髮計膏去塗一些頭髮的臘隙 加強完美感 看起來頭髮的濃密度會更高 如果不追求完美, 也不用一定要做 最後會用這支臥蠶筆 它是雙頭的 一邊是柔和的啡色眼線筆 可以畫眼線之餘, 還可以勾畫臥蠶的輪廓 另一邊是閃亮的提亮粉 它有兩個顏色 我今天用這支是淺粉紅色 可以打造立體的臥沉 另外, 也可以用閃亮的提亮 看起來更加精靈的 這樣就完成了今天這個防水防寒的夏日裝 較自然和比較透薄 真是適合夏天的 希望大家喜歡吧 如果大家喜歡我分享什麼 可以留言給我 我試一下, 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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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minute 謝謝 謝謝 感謝